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认为吹的在冬天的时候 在冬天我们台湾经常会有东北风 那夏天经常会有西南风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做季风气候 那季风气候是一个长时间的现象 而不是一个短时间的现象 但是我们来看每一年 好 每一年冬天在长江内陆地区 应该吹的都是西北风 你很少吹的是东南风 很少吹的是东南风 这也就是说曹操他为什么 敢把部队通通放在赤壁的原因 因为他不相信可以火烧 可以火烧战船就是火烧赤壁 而不是吹东风 那当然三国演义讲 这个是诸葛亮召唤东风啊 等等啊那些 各位要知道哈 三国时代 尤其赤壁战争发生前后 刚刚好中国历史的气候 进入到一个小寒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瘟疫横行吗 瘟疫横行啊 还有很多传染病 在这个时候非常的猖獗 然而我们回过头来看 火烧赤壁 为什么会有东风出现 那我先讲会有东风出现 就是大寒之后的暖冬 大寒之后的暖冬 那大寒之后的暖冬 是每一年 大概会有什么五六天 或者是两三天 会突然出现一个暖冬 当它这个暖冬 又水气很少的时候 一到晚上 由路上吹往湖面 就是吹往长江水道 这个就叫葫芦风 那这股风从什么地方来 各位仔细去看 整个赤壁 然后或者荆州战场 荆州战场 它是四战之地 它四战之地 它的西边有吴山 木覆山 然后呢 它的东边 就是赤壁往东 各位仔细去看 都是山丘地带 那换句话说 只有一个湘帆平原 跟长江冲击平原 再加上云梦大折 如果没有云梦大折 这个葫芦风想要发展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偏偏就有一个云梦大折 那云梦大折 它是一个沼泽地区 沼泽地区是以水面为主 有陆地很少 各位去过河边 你就知道 经常会踏上烂泥 烂泥底下都是水 所以我们来看 周瑜就是掌握了 这一方面的气候知识 所以它赶在赤壁放火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来看 周瑜火烧赤壁 先就周瑜对荆州水军的看法 其实在三国时代 最强的水军是在东吴 那其次是以荆州为主 再来就是以益州为主 但是益州水军向来不是荆州水军的对手 因为蜀传揭晓 你毕竟好 毕竟 益州 他的战船是哪来作为运输后勤之用 所以他不会弄得很大 好 那益州的战船 出了三峡是有去无回 就是有进无退 所以他的船不可能坐 非常的大 可是出了三峡到了五峡 尤其到了怡陵这个地方以后 长江的江面突然进入到平地 变得非常非常的宽广 而冲击平原就是从怡陵一路到江陵 再从江陵到云梦大泽 那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冲击山的地方 那个时候在秦汉时代 甚至于在春秋战国时代 这个地方叫做云梦大泽 那云梦大泽事实上是人烟非常稀少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荆州的水军 他为什么能够战胜 能够战胜益州的水军 因为蜀船皆小 就是从四川下来的船都比较小 所以他不是荆州水军的对手 那荆州的水军 为什么不如东吴的水军 他有两个原因 你毕竟他是靠水航运 然后荆州它主要是陆路交通 四通八达 所谓四通八达 出荆州已向宛洛 出夷林已向巴蜀 然后出江夏到扬州 然后出江陵 可以直达浇州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是一个四战之地 那四战之地就战略方面 你来讲 它是以陆军为主 水军为辅的一个军事组织体系 当这个军事组织体系 是以陆军为主 水军为辅的时候 各位去想想看那东吴 东吴水网纵横 而且它垄断了东海到南海的贸易 所以东吴的转船 一方面它又是在内陆航行的船只 一方面它也是海船 它既然是内陆航行的船只 它又是海船的话 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周渔对于荆州水军的评估 显然不太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过至少五次交手的机会 荆州水军从来没有胜过东吴的水军 所以由周渔去对付荆州的水军 它是信心满满 为什么 你跟我打了五次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陆战 荆州则未必 未必输给谁 未必输给东吴 所以我们看几发皇族 甚至于打宜林之战 打江陵之战 全部都以水战为主 那当然 攻陷江陵城 其实江陵城不是被攻陷的 是因为宜林失守以后 江陵成为一个孤城 成为一个孤城 因为它的后方很容易被截断 刚刚好 各位仔细看 江陵的正对面就是当阳 当阳的上方是什么 当阳兵败 当阳兵败就是刘备兵败的地方 刚刚好 当阳这个位置 它位于相反 宜林跟江陵之间 三角地带的支撑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宜林一旦丢掉的话 当阳的部队 当阳的部队又被受阻于江陵城外 那江陵就成为一座孤城 这也就是说 周瑜他是了解到江陵是一个水军基地 是刘表的一个水军基地 既然江夏拿得下来的话 既然江夏他能够拿得下来的话 他将临他也应该拿得下来 这是周瑜的考量 所以周瑜他对于荆州的水军 他是非常的了解 那当然没有什么旁统县 连环纪杀那个张允 蔡茂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曹操用的就是荆州水军 曹操用的是荆州水军 那偏偏荆州水军 他不是东吴的对手 所以当曹操想动用水军来对付江夏 甚至于对付江东的时候 刚刚好就碰到周瑜 正入周瑜的下怀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周瑜他对长江水文的掌握 就是我刚刚讲的 周瑜对每一个地区 会发生湖露风的地区 就湖水的湖 露是陆地的露 风是台风的风 风向的风 周瑜其实对长江水文的了解 比当时任何人都要强 原因是周瑜长期在长江活动 他甚至于比诸葛亮 比鲁树 都还要窒息长江水道的航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来看他对长江水文的了解 我们通常认为长江的水文在冬天的时候 各位要看 梅雨季的时候都在长江流域发生 然后一路往南到台湾 就是我们讲的梅雨季 梅雨季就通常是五六月间 五六月间 那我讲的五六月间 就是属于所谓的英历的 就是国民历的那个五六月间 而不是阳历的五六月间 就是阴历的五六月间 各位仔细去看 都是梅雨季节 如果换算阳历的话 是五月到六月底 就是出梅 我们讲出梅大概六月底 以前就会出梅 所以各位看 长江它的红风 经常发生的是在什么时候 经常发生就是梅雨季的时候 出了梅雨季的话 就是大概十月以前 好 十月以前 十月以前经常会有 所谓的红风出现 那红风出现 大概都是因为跟暴雨 跟下大雨有关 好 那个就是刚刚好 那个就是属于夏季的天气 所以我们看 无论是江陵也好 无论是武汉也好 无论是长沙也好 好 无论是重庆也好 这一些在夏季的时候 尤其是八月 九月 十月 这三个月是他们最热的时候 那到了十月还好一点 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 这个叫三大火炉之区 重庆 武汉跟南京 叫三大火炉 好 三大火炉 三大火炉 那我们也可以讲 这个时候是长江 最适合通航的时候 因为一方面借助暴雨 当关雨进行北伐之战 到湘帆的时候 它也是因为暴雨 那这种暴雨的行程 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跟海洋的季风气候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跟热带气旋是有关系 那到了十一二月的时候 各位仔细去看 长江进入到一个枯水旗 那枯水旗 它比较不利于大的船进行航行的 枯水旗 就是说很少能够说有大船可以进行的 那相对于枯水旗来讲 你尤其对长江中下游 你来说的话 它的枯水旗 是不利于顺流 而利于什么 逆流作战 为什么顺流作战 因为在枯水旗 枯水旗的水的流量不会说很大 那相对于在十二月的时候 你行船的话 对于溺水来讲 溺水而上的船只来讲 反而是比较稳定的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说 周瑜他就是掌握了长江的水文 你尤其是周瑜发动赤壁之战 他已经算准了 当年是论十二月 两个大寒 两个大寒 各位想想看 这两个大寒呢 刚刚好 各位算一下 曹操八月拿下荆州 十一月出兵 出兵完了以后 他两个大寒 当他两个大寒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 他的粮草 还有 北方人 是过不惯所谓的 南方人的水上生活 因为毕竟北方人 他们都在陆地行走的时间 比他水上时间还要多 而南方是水上的时间 比陆地的还要多 这个就是说 生活条件跟战斗条件 你合一的话 很可能会赢得战争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各位来看看 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葫芦风 就是说周瑜在发动赤壁之战 很多人认为是曹操主动 事实上不是曹操主动 曹操只不过是进入到周瑜的战场 确确确实说 这个战场是周瑜指定的 不是曹操指定的 曹操是被动应战 所以周瑜的船只 他上来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刘备兵败当阳的时候 差不多在八月多 八月多到九月周瑜出兵 而曹操是什么时候出兵 曹操是十一月出兵 那换句话说 周瑜出兵是在九月 曹操出兵在十一月 如果你扣掉任月的话 就是说十一月 一月跟二月 是曹操的出兵时节 而相对于周瑜呢 就九月 他就等在那个地方 他一路从财商 好 就是我讲的到 二州到返口 返口到武汉 武汉到赤壁 就是他是顺着一路上来的 那换句话说 他在赤壁 就是盾兵 成败利盾的盾 盾气的盾 他就是盾兵在什么 盾兵在赤壁 就在等曹操 所以曹操的兵 虽然是顺流而下 但是他时间 出兵的时间 比周瑜要慢 这个时候 周瑜就完完全全的 掌握住了战场的优势 而这个战场的优势 偏偏 又是曹操的弱势 所以周瑜火烧赤壁 可以说是一场 非常精彩的战争 但是这个战争 我们不应该从 一个所谓的战术 或者火烧连传的角度去看 而是说 这个是在长江第一次发生的大战 那当然有的人说 因为曹操只有五千多人 那个是胡扯了 曹操至少出兵 七万 至少出兵七八万 都放在了赤壁 那么狭窄的范围内 各位想想看 一个战场上面 那你施展不开 你如同十个人 十个人在房间里面打架一样的 根本没有办法施展 那换句话说 周瑜当他用北岸 刘备军为诱饵 他迫使曹操往北岸行进 而他从南岸 进行活动的时候 曹操这个时候 不会奔到兵分两路 所以我们可以说 赤壁之战打得漂亮的真正关键 还是在战略战术跟气候去影响的一切 而不是曹操个人不卖力打仗 所获得的结果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就是过去研究赤壁之战 大家几乎都很少提到 所谓论阅论阅论的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幸亏 好 我们幸亏有新的 或者是现代化的气象知识 我们可以反推过去 哦 原来他有两个论十二月 他当一个部队连续碰到两次大寒的时候 又是长江枯水旗的时候 各位可想而知 你顺流而下的优势都没有的时候 那请问你如何打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